今天就是看到這個 一步一腳印喔 看每個人適合自己的方式喔 像是剛剛英文喔 他就覺得他自己不適合投資 就是慢慢存慢慢存 這樣子存也存到了一間房子喔 對 我自己也覺得蠻離奇的 離奇啊 厲害啊 對 蠻離奇 因為我一開始的時候 剛剛嫁給我老公的時候 我還有負債 就我是從負債200 開始自己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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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 負債200為什麼 然後還到 就是結婚的時候還有9萬還沒還完 那時候是因為就像剛出道的時候 就是要很多製妝費啊 還有很多 然後再加上你剛出 製妝費這樣搞到付債200萬 因為那時候的出道是 你要先培訓的 不像現在好像 我不知道現在還不正培訓 手出道就出道了是不是 對 今天YouTube放影片我就出道了 對啊 網目紅人就出道了 對 以前跟現在有點不太一樣 以前就是要培訓 然後你可能還要兩年 那不是公司出的錢嗎 然後重點是你培訓的時候 有些公司是不幫你出錢的 有些公司很小 他沒有辦法也無法 也不一定是他不想幫 就是他也無法 他自己都自顧不暇了 那我就常常就是可能 辦了這張卡片 就是還那張那張卡片 還不出來 兩張卡片還不出來了 我就再去辦第三張 那第三張辦完就是 就這樣子 就一卡換卡 一卡換卡 一直到我去銀行上班 妳還去銀行上過班 我是去銀行上班 要去辦卡 做卡物 那是那個鄉里 看了我的連貞 就跟我講說 小妹妹妳的負債還滿高的 然後我就說 還好 這樣也難去銀行上班 對 然後我就說應該還好吧 你說我專業啊 妳看我辦過這麼多卡 我知道怎麼推銷卡 還好吧 應該就是大概八 然後妳知道負債多少 我說大概八九十 我說沒有 妳快兩百了 因為利息 所以那時候我才 因為利息 因為他加完之後 我才知道 我又有嚇到就 然後我就說 我才知道快兩百 因為我就是演藝圈 你知道我前兩年 剛入行的時候當姐姐 其實一直到我最輝煌的時候 一年的年收入 再當姐姐的收入只有24萬 怎麼可能 董事長就這麼好 這是最輝煌的 這滿輝煌的時刻 那那時候 頂多都布丁吃到飽的價錢而已 那時候我就覺得 真的不能再這樣下去 所以才開始就是 認識經紀人 就是走通告 然後還有這個其他的 那我那時候就是 都沒有存到錢 然後去銀行上班的時候 前三個月也是都沒有開竅 我真的覺得開竅太重要 都沒有開竅 所以就是每次業務大會起來 我下個月會 加油 我下個月會 加油 真的 然後 但是突然間在第四個月的時候 我就覺得不行 我不能再這樣子 到底是哪裡有問題 長得也比人家漂漂亮亮的 應該說 會不會 業績比槍 我們第一名還是個禿頭 然後我就覺得天啊 然後第二名的女生還就是 但因為曾經有個女生就跟我講說 你怎麼會 怎麼不會講 每個月要起來拉拉拉棒啊 他說你看一下人家 然後我真的就是站在這個某電信門口 就一直看他怎麼在辦卡 然後我就突然間學他的很多的話術 我再加上公司有上課 我就第三 第四個月 我就賺了第一次人生的十五萬塊 是因為卡量辦到一定 然後所以 佣金嘛 對 他因為還有佣金 那後來到了 你怎麼不一直就是辦那個 當那個就好了 沒有 後來就是七八個月 他才第一個月十五萬 五六七八每個月都更多 對啊 所以那時候 最高賺到多少 40吧 40萬啊 那你回去 對啊 你要幹嘛 你穿什麼問題 大概那時候 大家可以責備你為什麼會回來 我那時候自己也有點 就是覺得說 哇太神奇了 然後但是身體也不是很好 就是那時候有很多的 比如說喝酒啊應酬 真的就是業務就是 辦卡還要這樣啊 就是大家會聊天 會出去 就是會去吃吃喝喝什麼這些 那那時候我就覺得說 哇這個工作實在是太辛苦了 那太辛苦可是錢是開心的嘛 但剛好他第十個月的時候 就是卡繩走上街頭啊 然後開始就是大家就辦卡的東西 就開始不太能辦了 然後不能辦之後 就很多人都轉催收了 就是轉催收之後 剛好有個機會 我就又回來了 對 然後我回來之後 就出外景 就存了 就是有把錢存住 現金卡嗎 那時候是現金卡 對 是現金卡 那就是2000年 就是新銀行在充業機的時候 4或5啊6的時候 對 所以負債都還完了嗎 對 負債到結婚第三年的時候 就全部都還完了 對 展開了一個全新的人生 對 所以我還沒有辦法進入這個投資 但是我就是覺得把錢守住 所以那時候有一個機會 剛好投期款只要100 那時候我們常常聽到什麼 投期款65 投期款99 就可以擁有一個房子 我就想說 也許房地產 我不覺得 我不是想要賺錢 但是也許未來 如果沒地方住了 我可以去那裡住 所以我是用自住的角度 就去買了第一個 就是它投期款很低 然後總價大概落在 900多的一個房子 那買了之後 它現在交屋了 因為是預售物才有辦法這樣子 那我它交屋的時候 就覺得 有一種踏實的感覺 然後我就開始 就把錢先存在那裡面 對 現在是出租嘛 現在就是說 就是 對 出租中 我覺得媽這方式很適合 它都把錢存下來 留下來嘛 包括押稅錢 保單 不動產 通通就把錢 不動地把它留下來 其實剛剛一文講到說 把錢守住 其實我覺得這是媽媽理財 很重要的一部分 因為很多人 都想說別人很會賺 那他們都要去投資 事實上投資的經驗都是失敗 像我昨天參加我們EMBA同學的 那個聚會 就有一個同學在UBS 他在那個投資銀行 他說他有一個朋友 是牙醫師 那他們也是聽說 說這個投資很好賺 被動元件很好賺 你知道他兩個月 虧多少錢 被動元件 又講到那個 很會賣的前期的故事了 1500萬 他說那個牙醫師 你想牙醫師 1500萬要賺多久 那你1500萬 其實你如果把它做 你做買債券 大家都覺得債券利息很高 5%不想要 可是你想1500萬5% 看不起5%啦 對 所以是讓 我現在都很看得起5% 所以是讓理財喔 就不要想要是賺 其實怎麼樣把你賺到的錢 守住也是很重要 好嗎 好嗎